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的上課主題是延續上一週所講的 無論的內容以及誠實論對無論的批判 那請各位將上一週所發的講義拿出來 上一週我們有講到這個 無論對於因果的破除 那在上週我有強調說 這個 三論點擊裡面 關於破除因果 它並不是破除因果關係 它所要破除的 對象是 這個 因法和果法 作為原因的諸法 和作為結果的諸法 以 三論來講呢 它要破除的是 這個 具有 自信的 因果 因法和果法 並不是要破除因果關係 那方廣道人 跟 中觀學派 在破除因果方面有什麼不同呢 方廣道人的無論 它是主張 因法和果法 是 畢竟無 畢竟無就是 絕對不存在的東西 在現實世界裡面 那中觀學派 它所破除的 因法 果法 我們剛才講到了 它是破信實因果 破除 具自信 或者說是 具實體 具法體 的因法和果法 所以呢 它所主張的 因法和果法 是 如幻的假有 跟畢竟無是不一樣的 這是兩派的差別 一個講的無是畢竟無 另外一個講的無是無自信 無實體 那我們說 中觀學派 它破 具自信的因法和果法 它並不是破除因果關係 在這裡 有種類似的 寫而言 有種類似的 有種類似的 他並不是否定事物的升起有原因 他並沒有否定這個 他只是否定這個 實在的因果法 那上一周我們所講到的吳論 他從好幾方面來破除因法果法 那首先呢 第一個是從因中有果跟因中無果來講 那論書裡面他破這兩種說法 他的一個方式就是只要舉反例就好了 所以像破因中有果 他有什麼反例呢 就是說那我們就只要舉出因中無果的例子就好了 所以像吳論他舉的是 酒的原因裡面沒有酒也能夠產生酒 酒的原因比如說米 米中並沒有酒 米是鷹馬 然後呢 他能夠產生酒 酒是果 米中呢 沒有這個果性 而生果 那第二種破斥呢 他就說啊 這個既然因中已經已經有了啊 那要就根本就不需要再生啊 他已經有了嘛 在原因裡面他為什麼還要另外再去生呢 已經有了啊 因中有果就不需再生 那對於因中無果 那對於因中無果 同樣是舉反例 所以呢在無論裡面他舉的例子是說 這個白色的支線啊 他只能支成白布不能成為黑布 破因中無果就說如果 因中無果的話那你一個不相干的東西都可以成為原因了嗎 第二個破斥呢就是說針對這個果怎麼生 如果因中無果的話 既然無 沒辦法生 他裡面一個概念是說 如果已經先有這個果性了 他不需要生 如果沒有這個果性呢 無怎麼能夠生呢 本來就無怎麼能夠生呢 既然因中有果和因中無果都不能成立 所以呢這個 就沒有所謂的果了 沒有所謂的果法 接下來是藉由因果同時跟異時來破 因果有先後的一個順序 那在荒狂道人裡面啊 他除了一般我們所講的因先果後 他甚至也 破斥了因後果先 那因先果後啊 就是說 因滅了果才生起嘛 因為一個諸法它是一刹那 所以前刹那是因 之後的刹那是果 所以果生起的時候 因已經 已經泄滅了 那這個果就變成沒有原因了 因為原因已經不見了啊 果生起的時候沒有原因了 那因後果仙這個 那因後果仙這個 實際上因果的順序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說 因還沒有生 不能生果 所以他舉的例子是說 爸爸都還沒有出生 怎麼能夠生兒子呢 那如果說 因先 就是說因果一時不能成立的話 那麼同時呢 像誠實論裡面啊 他也是反對同時因果啦 他說同時的法不成因果關係 如果是以有部來講 他承認有同時因果 那無論舉的例子就是說 牛的 頭上的兩個腳啊 是同時一起長出來的 牛頭上的兩個 角是 一起長出來的 一起長出來的 他們 之間並不是一個 並沒有因果關係啊 剛才講破因中有果 這個是 外道素潤學派的一個特色 因中有果的 因中有果是 聖論 外道 學說的 一個 內容啦 因果一時 因果一時像 誠實論就是屬於這一種 那如果是同時的話 有部是主張一時跟同時都成立的 既然 因果一時跟因果同時都不能成立 換句話說是 換句話說是這個果是不能生起的 沒有這個果法 那既然沒有果法也就沒有因法了 因法跟果法都 都沒有啦 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來破除諸法 接下來是藉由 因果 液體 和 因果 就是說 同體啊來 破斥 因果一體 因果一體這是聖論外道 的 主張 怎麼破呢 我們剛才講到說這個 白色的支線只能支成白布嘛 那這個布不能離開支線而有 布跟支線啊 他有同質的關係 因果一體 那因果一體不成立 所以接下來要破因果 同體 相同的體性 因果一體這是 宿論外道 他關於萬物的生成啊 他有一個第一因叫做自性 自性是 最初的這個原因 然後呢 自性跟 神我結合之後啊 他開始 有這個 有這個轉變產生 然後呢轉變成 轉變成這個 這個萬法 那 因為是轉變 所以萬法跟 他最原初的這個原因 他的 這個性質是相同的 這個叫做 因果一體啊 就像這個 泥土跟這個做出來的瓶子 他們的性質相同 那 因果 一體有什麼 什麼樣的缺失呢 就沒有人生所生的差別啊 宗論裡面哪就迫是說 如果因果是一的話 能生跟所生哪就是一啊 那如果不論統體一體都不成立所以這個 國法他是 他是不能產生的 再來第七個是 破除 果的有做 做是造作啊 就是說這個果他有一個生產的過程 他是被製作出來的 做是造作製作的意思 被製作出來的 被產生出來的 那這裡就來分析這個 所謂的做 瓶子被製作啊 那他可以分 把它分析為 要嘛是他已經被製作了 要嘛是他還沒被製作 要嘛是他 正在被做 稱為做 稱為做實 那麼瓶如果以做的話 他是有 有就不用再做啦 那如果瓶還沒有 被製作呢 被製作呢 他是無 無的東西不可被做啊 那麼說那 沒有所謂 就說那離了這個 以做跟未做有個正在做的時候 所謂做的 時間正在做的那一刹那 把這個做實分析成刹那 我們認為有個正在做的時候但是如果把這個時間的 把時間分析成刹那的時候啊 就會發現啦 他不外乎是 以做 跟未做 那如果以做像剛才講的 以做是有不可再做 未做的話呢是無 無也不可做 像這樣的一個論述 各位如果有看 中論的 第二品 官去來品 他裡面破除這個去 跟去實嘛 就是如果我們去分析這個去的話 那 以去未去 然後有人認為說有去實啊 去實去 他說沒有你去實去分析到刹那也是 也是就是要嘛就是以去要嘛就是未去啦 沒有一個所謂的去實 所以他的這個 思維的模式是一樣的 所以啊 我們認為說這個品有製作可是你真的去分析他之後你會發現說事實上是 無作 無作啦 這個果啊 沒有辦法被製造被製作 果沒有辦法被製作所以是無果啦 無果就是指沒有果法 沒有果法的話就沒有因法啦 所以 他要導出就是說 諸法皆無啦 那如果 以 中論 中關學派的思想來說 所謂的 這個無因果我們剛才講過 是指 沒有具自信的因法跟果法 他 他破實在的因法國法 他不破 這個 如幻假有的因法和果法 接下來是破作者 就是製作者 去製造果出來的東西 去把瓶子製造出來的 所以 它可以是人 那針對一些外道 它認為有一個 終極的第一因 自在天 自在天創造萬物 所以自在天是作者 那無論它破人說 我們如果把人分析成部分的話 一直分析分析分析成部分 這個部分 它不能從事造作 然後呢它也講到說 這個從事造作啊 它是有先有這個造作的意欲才做呢 還是先沒有造作的意欲才做 所以它舉說像這個胎兒在肚子裡面啊 胎兒的這個感 這個身體各部分的成長啊 並不是出於有一個成長的抑鬱啊 並沒有 那麼如果自在天產生萬物呢 就問了 意欲如何生奪果 所以奪果是指 各式各樣不同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這個果呢 比如說 我們根據現實的經驗啊 道生道 賣生賣 那 一個自在天 它怎麼能夠產生 各式各樣不同的東西呢 跳 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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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破完作者之後啊 那我自己做自己好了 不是有一個作者而是自己做 方狂道人破製說啊 自己不能對自己產生作用啦 就好像我們說這個眼不自見 指頭不能碰觸自己 刀不能割自己一樣 然後呢 製作還有這樣的問題 已經有自己了 就不需要再做嘛 為有自己 不能做啊 自己都還沒有怎麼做自己 所以已經有了不需要做 還沒有呢也不能做 然後他有這個能做所做是一這樣的一個問題嘛 那自己不能做 那自己不能做 其他的法來做呢 他做就是指其他的因緣法啦 所以他舉的是 以眼色為因緣 生起眼視 那這裡他也是藉由 同時因果跟異時因果來破 如果是異時的話 我們剛講到了 果生起的時候 因已滅 於是 следующ remar 果 Ums 那如果是同時呢 我們剛講說 同時不成因果 meetings 所以 那如果是同時呢 這個以他做來講,不論是同時或者一時都不能成立 所以果不能從他法來製作,不行 接下來那如果自他共作呢 很簡略的破除就是 同時具有製作跟他做的過失 那如果無因做呢 既然沒有原因,哪有所謂的結果 所謂果是相對於因的一個概念 那你如果說他是無因做 那他就不能稱為結果了 所以這個破因果我們剛才講了 他是要藉由有果無果 一時同時 一體同體 然後呢藉由破除這個果的有作 產生這樣一個結論就是 無果沒有果法 既然沒有果法 就沒有因法 所以是諸法皆無 就是說 他要藉由破除 因果啊 導出這個諸法皆無的結論 他的這個論述跟三論裡面關於因果破除的論述是一樣的 但是我一直要強調說 他們講的這個無是不同的概念 一個是畢竟無,一個是無自性 所以無論的內容我們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講到誠實論對無論的破斥 無論的內容有五品 可是啊破無的部分哪只有兩品而已啊 篇幅差蠻多的 那對無論的破斥啊三方面啊 第一個是沒有合合物的謬誤 第二個是無論沒有依據 第三個是方廣道人沒有分別諸法治 首先啊針對這個沒有合合物啊 以人來講 沒有人的話 那就沒有所造作的業啦 沒有業哪來的果報呢 那沒有業報就沒有這個眾生被戲服啦 也沒有從戲服中解脫這回事了 請問一下方廣道人啊 你到底是外道啊 還是這個佛弟子啊 你所講的根本就不是佛法 所以方廣道人 他跟獨子部啊 並列為 復佛法外道 像這個外道裡面主張無業無報的 六四外道裡面有一個叫做 傅蘭娜加社啊 殺人不是罪惡啊 沒有惡報啊 布施不是善行啊 也沒有善報 那第二個呢 其實應該是無論最關鍵的一個缺失啦 如果沒有人的話 就沒有無論的這個主張者 以及去聽聞無論的這些人 既然沒有說者 所以無論也沒有啊 無論義無 這是他最關鍵的一個缺失 第三點就是說 既然是畢竟無 那為什麼我們會經驗到這個現象世界呢 會經驗到這個事物的種種差別呢 為什麼我們看得見瓶子跟桌子 為什麼我們知道瓶子跟這個 瓶子跟這個盆 碗盆它有差別呢 方狂道人說啊 因為愚痴嘛 愚痴所以 見到事物以及它的差別 那誠實論就迫斥說 你說因為有魚吃的緣故啊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這個事件現象 那你不是無論嗎 無論這個魚吃也無啊 那你要怎麼解釋這個事件現象 他不能解釋 為什麼人會認知到事物 認知到事物的差別不能解釋啊 他跟我們的現實經驗是相違背的 所以剛才講的這三點謬誤這個是針對沒有合合物會產生這樣的謬誤 所以剛才講的這三點謬誤這個是針對沒有合合物會產生這樣的謬誤 接下來是說無論他沒有任何依據啊 一個理論要建立啊 他必須要有這個根據 那理論的根據有哪些呢 有限量 有限量 比量 就是我們成立一個理論啊 我們要論述一定是這三量要至少要有一樣嘛 那限量就是我們的感官經驗 我們剛講到說無論他是違背我們的現實經驗的 我們明明見到有評他說沒有 所以無論他就不是依靠限量嘛 那比量呢 比量是推論 我們推論啊他的基礎是限量 推論是要以限量為基礎來推論的 推論是要以限量為基礎來推論的 方網道人 他的無論哪是否定限量啊 所以無論他也沒有比量的依據 那最後他只能剩下聖言量啦 聖言量 陳時論指出說 這個你為什麼有辦法決定說是無呢 因為金鐘啊 他有時候說有 有時候說無 為什麼你說是決定無 所以你說你是依據聖言量可是聽起來好像這個你的證據還是很薄弱啊 所以你說你是依據聖言量可是聽起來好像這個你的證據還是很薄弱啊 那經典也沒有啦 經典也沒有啦 經典也無啦 你居然主張通通都沒有 那你怎麼說你有經典的依據呢 所以他也沒有聖言量為依據 他的理論一點依據一點根據都沒有 所以呢 陳時論他就這樣子破 他說啊 你無論 無理由 不能成立 可是啊如果你有理由 你就不叫做無論了啦 你無論不管有沒有理由都不能成立 所以無論啊他花了五品 說了很多說了很詳細廣迫嘛 從這個部分 來破然後呢再別 別破這個色、聲、香、味、醋 然後再破意識、再破因果 結果想不到陳時論三兩下就把他解決了 所以我們請翻開上一週講義的 第八頁 第二項無論沒有任何依據 第二項無論沒有任何依據 現前的知覺這個是限量 推論所知這個是比量 依隨經書所說這個是聖言量 無論不在這三種之中 無論啊並不是依隨經書而立論 因為經書的意思很難理解 有的時候說有 有的時候說無 方廣道人如何取經書的意思 而相信無呢 無論也不是來自推論所知 因為必須先有現前的知覺 然後才能夠推論而知 根據現前的知覺 人們能夠生起對平等事物的認知 因此這些事物存在並不是無 憑這些事物是可以被現前知覺的 可是方廣道人卻主張現在事物都無 既然事物都無也就不應相信經書 這樣一來方廣道人根據什麼理由 主張一切無呢 方廣道人如果不能以理由 產明一切無的話 他人的主張就應當成立 由於他人的理論成立 方廣道人的理論就壞廢 然後如果無論有理由可以成立的話 那就不叫做無論了 無論不管有沒有理由都不能成立 無理由就站不住腳 有理由就不是無論 那在這裡陳時論他也是訴諸聖言諒 他搬出這個權威就是佛陀 佛陀是一切智人 一切智人是什麼意思呢 下面有提到 在同一頁的倒數第二句 諸佛對於一切法一切種類差別 本末體性總相和別相都能夠通達 就是說佛陀對於諸法是全知的 可是像身文的聖人啊 他只有片面的知小而已 佛陀是全知的 佛陀是全知的一切智人啊 是佛弟子所信奉的 那佛陀說什麼佛弟子就這樣子接受嗎 佛陀說有五運 由此可知 色等一切法有 就好像啊 憑這些合合物啊 是根據四地而有 他這裡的意思是說 在四地的層面 諸法以及合合物啊 都有啊 並不是無 所以這個是 針對這個無論沒有理由來批判 第三個啊 是指出方廣道人沒有分別諸法制 我們剛剛講到 無論啊無品這麼多啊 廣迫諸法 陳時論他沒有正面回擊啊 他只是簡單的指出 方廣道人啊以及 赫黎拔摩自己 都沒有能力完全明瞭諸法 佛陀曾經講到說 有五事是不可思議的 包括世間事 眾生事 夜因緣事 坐禪人事 以及諸佛事 五運諸法以及 和合物 的這些契事間啊 就是屬於 世間事 這五事 只有作為一切智人的諸佛 才能夠思良絕斷 唯有諸佛才有 完全的分別諸法制 聲文言訣只有通達涅槃的智慧 在分別諸法制中 只得到一部分 諸佛對於一切法 一切種類差別 本末 本末 體性 總相別相 都能夠通達 那這裡做了一個比喻 人的防射啊 這些事物 容易毀壞 而很難見成 同樣的啊 空智 容易震得啊 完全的分別諸法智慧 很難升起 所以在他這個比喻裡面 人的防射容易毀壞啊 這個是比喻說 這個 破壞事物的空智啊 他很容易的啦 你要破壞事物升起空智很容易 那防射很難見成 這是比喻說啊 你要能夠 這個分別 完全的這個分別諸法 完全的了知諸法 這是非常困難的 上面所說啊 他的意思是 即使是震悟涅槃的 身文聖者 也僅有一小部分的 分別諸法智而已 方廣道人啊 你是何德何能 竟然能夠廣泛分別諸法 而斷然的宣稱諸法皆無呢 然後他接下來又這樣子批判啊 就像人不知道 分別彩畫這些顏色啊 還有這個歌舞音樂的這些 種種音聲啊 還有種種的香味醋 就說這些色聲香味醋是無 方廣道人也是這樣 對於自己所不能成立的事 就說他們無 對於知道諸法的人 諸法是有 對於不知道諸法的人 諸法為無 就像是天生的盲人 看不見黑白諸色 就宣稱沒有黑白啊 然而不能因為看不見 就沒有這些顏色 方廣道人被比喻為天生的盲人啊 方廣道人由於不能以自己的理由 成立諸法便宣稱無一切法 他的意思是說啊 方廣道人對諸法無知 沒有分別諸法的能力 因此主張諸法無 接著我們看 對無論的批判結論的部分 剛才所發的講義 誠實論破刺無論的篇幅相對的少 我們剛才講過了 無論有無品 破無只有良品 那為什麼這麼少呢 這是因為誠實論已經一針見血的指出無論的要害 如果說者、聽者、諸法等等一切都無 不但無論的成立理由為無 無論自身也是無 無論既然否定一切 終將導致連無論自己也被否定而無 這是他的致命傷 那誠實論為什麼要破無呢 因為他是四地的謬誤 誠實論認為 無是屬於第一異地的層面 並不是四地的層面 四地層面為有 方廣道人在四地層面 將和和物和諸法 說成是必盡無 這個是謬解佛意 是一大錯誤 誠實論所引述的無論 他破除諸法的論述模式 和中觀學派如出一側 無論中的很多論述 也可見於中觀學派點擊 所以我在下面舉出了幾個例子 第一點 第一個例子 無論主張 有分無因此部分亦無 有分就是指擁有部分者 是指整體 在無論裡面認為說 整體是優先於部分 既然沒有整體 那部分就是指諸法 諸法亦無 也可把有分理解成是人 部分就是五運 那既然人都沒有了 那有人才有這個 他的這個 身心的現象 那既然沒有人拿來這些身心現象 這些諸法呢 同樣的說法也建於 百論破異品 和廣百論破編織品 第二點 無論主張 極為還可以再分析喔 是藉由方分 也就是 四方四為上下 十個方分來分析啊 分析下去啊 這個極為什麼都不剩啊 百論和廣百論 這些都是提婆的著作啊 他也主張說 極為可以再藉由方分 再繼續的分析下去啊 第三點 無論以眼根 不論倒色或者是不倒色 都不能夠見色 藉此破除色跟眼 相同的論述模式 也建於百論和廣百論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注釋五嘛 不曉得各位 字看不看得到 我已經努力放大了 百論裡面說啊 這個眼是倒色而見嗎 還是不倒色而見呢 如果眼睛去的話 這個遠的事物啊 變遲見啊 眼睛去遠的 就它有一個過程嘛 由近到遠 所以遠的東西它是比較 後面比較晚才見到 那那個修多路是修多羅的意思 這是表示這個是百論的誦文啊 那後面這個是 這個佛首開示的這個注釋啊 如果眼去到色才看到的話 遠方的色應該要比較晚才能夠見到 近處的色應該比較快才能見到 為什麼啊 因為去這樣的法它是 去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如此的 而現在啊 近處的坪跟遠處的月啊 我們是在同時看到的 由此知道眼它是不去的 然後如果說眼不去色啊 這樣子就沒有和和了 再來 如果眼力不到色而見色的話 為什麼 見近而不見遠呢 遠近應該都能夠看到才對 所以 眼不論到色不到色都有過失啦 所以這個眼不能見啊 色不可取啊 他是肩破眼跟色 那以 布派的立場啊 如果是像外道聖論派 他是說眼中有光啊 可以去到色 但是如果以像 有布啊 陳時論啊 他說這個眼是不能去的啦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注釋 廣百論 他說眼如果啊 到這個色境啊 對遠方的色啊 他的劍啊 應該是比較久啦 那為什麼不 如果說也能夠去到這個色境啊 對遠方的色啊 為什麼不這個 對於這個 極遠的這個或者是很近的射看得非常的分明呢? 如果眼不去到射而關見射 那應該見到一切地方的射 眼既然沒有行動 眼是沒有行動 那就沒有遠近跟障礙了 如果說眼不去的話就沒有所謂的這個遠近差別跟障礙 而事實上有這個遠近的問題跟障礙 所以不管去跟不去都不能成立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本文的部分 剛才講的是眼去不去都不能見 接下來是針對身 第四點 無論主張 心是刹那滅 生也是刹那滅 詞語它有很多生 一個詞語很多音節 所以沒有是能夠認識詞語 由此可知生不可聞 像無論舉這個 比如說我們課程叫做陳時論 陳時中 我們在講陳這個音的時候 時這個音還沒有升起 我們還沒有認知到 當講時的時候 陳這個音已經成為過去了 那我們一刹那事也只能認知一個音 所以對於詞語的意義 就沒有事能夠理解 像這樣的一個論點 陳時論是說我們有意念的能力 所以可以意念這個音節 過去已經發生的這個音節 過去的這個認知 然後把它藉由意念而了解詞語的意義 無論這樣的觀點也建於百廣論裡面 詞論指出 詞語不能一時頓說 耳不能一時頓聞 因此不能了知詞語的意義 並且生可以分析成極為 極為不能被耳所聽聞 極為也可見次分析乃字都無 第五點 無論以因中有果無果 破除因果諸法 類似的論述也建於中論裡面有 觀因果品 十二門論裡面有 觀有果無果門 百論裡面有 破因中有果品 破因中無果品 第六點 無論破斥果的作者 自作、他作、共作、無因作 所以這個論述的模式跟內容是一樣 雖然方廣道人的無論 他的論述模式跟內容 和中觀派學說之間 有諸多相同之處 然而這僅僅是表面上的相同而已 兩者思想有根本的差異 方廣道人誤解了波羅經典中所謂諸法如幻如畫等空域 將諸法看成是像龜毛兔角一樣的必進無 這樣的諸法是絕對不存在的 不可以被視之 沒辦法被認識 而中觀學派所謂無 是指無自性、無實體 諸法不實在而有假象 無而是有 可以被認知 極章也指出兩者的差異 中觀派所說的無聲 是根據因緣聲無自性 不破壞聲而說無聲 是無聲而聲 方廣道人所說的無聲 是連假有諸法的聲都否定 是什麼都沒有的無聲 極章批評說 方廣道人質於邪空 不知假有 因此失於四地 又迷於正空 因此也失於第一異地 方廣道人的無論 是二地俱施 所以我在這邊再講一下他的重點 方廣道人主張人和五運諸法 是必盡無 他是從四地層面來講的 所以他是失於四地 既然失於四地 也失第一異地 中論裡面他有一個寄送 若不一俗地 不得第一異 不得第一異 則不得涅槃 所以他既然四地都錯了 他怎麼可能第一異地 會有正確的這個論述呢 所以也是二地俱施 中觀派講的無聲是指假生假滅 可是方廣道人的無聲是絕對不聲 方廣道人在四地裡面 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不成立 什麼都不承認 是絕對的不存在 所以沒有所謂的聲 可是中觀派 他講的無是指無自性 無實體 他是有這個如患的假有 所以他講的無聲是假生假滅 所以方廣道人他誤解了這個波羅經裡面的空義 他採取跟中觀學派一樣的論述 可是他完全是誤解 我記得在映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詩與論述裡面有提到 說這個誠實論裡面的無論 他的意思是說 是赫黎伐摩誤解了這個中觀學派的說法 把它理解成是這個無 他在這本書裡面 他意思是說這個誠實論裡面的無論跟中觀學派的思想一樣 那誠實論他是誤解了中觀學派的思想 把它當成是無論 應該正確的說 應該是說是方廣道人誤解的 方廣道人誤解 不是赫黎伐摩誤解 赫黎伐摩沒有誤解是方廣道人誤解的 一樣的論述 但是他講的是不同的思想 所以是方廣道人誤解 所以誠實論裡面所引述的無論 他是方廣道人的思想 不是中觀的 從他破的說 誒你沒有這個說者 沒有聽者 那你沒有無論 這個是方廣道人 針對方廣道人的無論來講 他有應順法是他有兩個地方講到那個誠實論的無論 一個我記得是性空學探員 在性空學探員裡面說是方廣道人 那因為根據古德的著作裡面也講到誠實論裡面是破讀只有談方廣無 所以無論是被理解是方廣道人 但是在說一切有不為主的論詩與論述這本書 又說怎麼跟中觀學派的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是他說是不是誠實 意思是說好像誠實論誤解的中觀的學派的思想 把它當成是這種 當成是這個畢竟無 其實我現在要稍微修正一下 就是說不是誠實論主誤解的 是方廣道人誤解的 那如果是像日本學者那那個錯誤就更離譜了 因為日本學者裡面把說這個誠實論裡面講的 無論是誠實論第一異地的立場 那是完全錯誤了 那我今天有發我預計我正在撰寫的 關於誠實論的著作 題目暫定為誠實論的諸法論西及滅三星思想 那第一章是導論 作者介紹跟誠實論所屬學派 誠實論在中國的流傳及其價值 誠實論的結構大藥與特色 這個是在我們去年這個第五屆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已經解說了 後來我就跳到第 因為第三節也已經講了一部分嘛 我跳到第五章 我直接從這個行運的地方開始講 第三節開始講 那行運講完了呢 我就來到第六章八的釋法的檢討 社法、心所法、心不相應刑法、無違法 五位 事實上不是五位啦 因為心心所不是別體的嘛 所以實際上只有四個範疇 古德說這個誠實有八的釋法 那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所以我做了一個檢討、一個分析 那八的釋法講完之後呢 我又跳到這個第二章 滅三心與二從二地 這是誠實論思想的核心啦 第一節跟第二節是誠實論思想的核心跟特色 那因為滅三心是誠實論的整個修行的一個 修行次第的一個最簡單的一個說法、一個步驟 所以最後我又講到說 這個二十七個賢慎跟修行的結位 那第二章也講完 然後接著我又跳到 我們現在講的是第七章 第一節三世時有跟現在時有在第三節講了 所以這一節我還目前沒有時間講 那我最近講的四論 本來是作為第二節 後來發現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拆開來成三節 第二節就是對一論和一論的批判 第三節是不可縮論及其批判 第四節就是我們今天講完的無論及其批判 那到這裡呢 因為議論議論不可縮論無論 這在滅第句裡面的 到這裡都是屬於四地 誠實論接下來就要講滅法心了 這裡是第一異地 所以我第七章的標題說 從法友到法空 他四地已經檢討完了 接下來他要講第一異地 誠實論的特色就是滅三星 這是他把修行的步驟 簡單的歸結成是滅三星 首先是滅假明星 這個是在暖胃 假明星就是 這個認為這個假明是實在的 指假為實 假明主要是指 人我 認為我實在 那滅了假明星 這時候他就是成為法星 法星就是認為 五韻是實在 暖胃 這是在暖胃 暖胃很長 所以實際上我這樣畫在這裡不好 因為他是 視善跟胃 暖頂冷視第一髮暖胃很長 他的這個階段非常長 頂是很短 那是第一髮按照有部的說法 只有一刹那而已 法星要到劍到位才能夠滅除 法星滅了 就成為空星 空星是 見涅槃 或者我們講說 見五韻空之星 所以我們注意到他有一個過程 滅了假明星而成為法星的時候 是見五韻有 到了 見到位 見五韻空 他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最後是無學位 滅空星 這個是阿羅漢國 正阿羅漢國的時候 這個是 是見空之星 見空之星也滅 那現在我們要講的重點是說 他所謂的見五韻空 見五韻空 空星是見五韻空之星 或者說見涅槃之星 所謂見五韻空是什麼意思呢 他是指啊 他是指啊 見五韻滅而不起 五韻通通都滅掉了 我們在讀這一節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阿 陳時論在講這個五韻空阿 他不是從無自信空的角度來說 他是從 行者在這個殘關中阿 從修正的角度阿 行者在殘關中阿 會到達一個 點就是說 五韻通通都不陷起的時候 從五韻都不陷起 在殘關中五韻都不陷起 這樣子來講法空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第五節的講義 誠實論裡阿 修行的進程可以簡單用三個步驟來概括 也就是滅三星 第一個步驟是滅假明星 也就是藉由觀察五韻 而初步破除對假明 特別是我的實質 行者在這個階段 將五韻諸法之為實有 第二個步驟便是將五韻實質予以掃除 也就是滅法星 透過觀察五韻 無常、無我、苦 進一步見五韻空 最後一個步驟是滅空星 這是正阿羅漢果的時候 見空之星也熄滅的境界 簡單說 滅三星 其實就是從 從見五韻有 晉升到見五韻空 乃至於最後連 見五韻空的星 也滅除的一個歷程 關於滅法星 誠實論他僅僅簡單的說 有實在五韻的星 稱為法星 善於休息空之 見到五韻滅 法星便滅除 在第153品 滅法星品中 引用了很多經文 一方面產是 建五韻空的含義 以此說明滅法星 另一方面則指出 五韻空屬於第一異地層面 所以在我這一節裡面 就分兩個部分來說明 第一個是 建五韻空的含義 第二個是 五韻空屬於第一異地 我們先休息一下 接著我們看講義 建五韻空的含義 什麼叫做建五韻空呢 這並不是指 行者關鍵在五韻中 沒有長恨不變義法 沒有我我所法 五韻空不是這個意思 事實上 建五韻空是指行者不見五韻 也就是關鍵五韻滅而不起 陳時論解釋說 行者斷除以五韻有違法 作為所緣之心 獲得以無違法涅槃 作為所緣之心 因此行者不見五韻 只見到五韻滅 如果見到五韻就不叫做空 因為五韻不空的緣故 而這樣空字便不具足 所以這段的意思是說 如果只見到五韻中 沒有我跟我所 這樣子不夠 這樣子沒有具足空字 所謂的空字 是要見到五韻通通都滅了 這樣才叫做空 接下來他要引用經文來說明 第一個是法印經 見五韻空 不是指行者見到五韻中 無我而空 這樣的空觀是不清淨的 陳時論以法印經來證明 法印經是雜韻經 第八十經 這個經文沒有南傳的對應經文 南傳沒有這個經文 根據此經所說 行者觀見五韻為無常便易法 這稱為空三昧 這樣觀察仍然不能遠離慢 不能夠知見清淨 慢有很多種 那這裡的慢是哪一種呢 陳時論解釋是真上慢 真上慢就是指 為正說正 如果只觀察五韻無常 雖然稱為空三昧 可是不能遠離 為正說正的真上慢 不能知見清淨 知見清淨就是指見到 要怎麼樣觀察才能遠離慢而知見清淨 行者應思維觀察 對我 我所有的直取 到底是從哪裡而生呢 對我 我所有的直取 乃是從見文秀長觸視所生 行者要更進一步觀察思維 諸視的產生因緣 以及這些因緣的無常 再回過頭來觀察 由這些因緣所生的諸視也是無常的 從而觀見一切有違法無常 從重原生 視幻法、滅法、離譽法、斷知法 這樣才能夠遠離慢而知見清淨 這個幻法跟滅法按照誠實論的解釋 他是指 了解這個有違法是無常 有違法是無常的法 離譽法是指有違法是苦 斷知法是針對有無法空無我而說 就說了解這些有違法是無常苦空無我 所以這裡我引用誠實論的原文 如法應經中說 行者見色等 無常敗壞虛狂厭離之相 這也叫做空 但是還不是清淨 此人之後見到五雲滅 這樣的觀才是清淨 這是他所引述的經文 然後下面一句是陳實論所講 由此之道 見五雲滅 就是說清淨的空觀 不是只有看到無常而已 無常無人我 是要見到五雲通通都滅了 剛才陳實論的意思是說 見五雲無常 雖然也稱為空三昧 可是並不清淨 必須見到五雲都滅 空觀才清淨 因此所謂見五雲空 就是指見五雲滅 這個就是滅法心 所以陳實論他裡面講的空義 並不是從無自信故空來講的 他是指在禪觀中的時候 五雲通通都滅了 這樣子來講法空 跟中觀學派講的空 他的這個切入點是不一樣的 如果按照陳實論講的這種 見空就是見五雲滅 他的空跟有是隔開來的 所以這個是陳實論的空 被認為是小勝的空 因為他這樣的空是沒有辦法啟用的 第二個引用的經文是螺陀螺經 憑藉以五雲為所源之志 為什麼不得清淨呢? 陳實論回答說 由於行者有時會升起五雲相 那麼假明星就會跟著再升起 因此以五雲為所源之星 不得清淨 如果正五雲滅 五雲就不在現前 構成假明的因緣 也就是五雲滅除了 因此就不再隨足假明而取向 這就好像樹被砍發焚燒 連灰炭都被除淨 對樹的取向星才消滅 不再隨足樹這個假明 這是說行者要在禪關中 將構成假明我的五雲完全滅除 假明星才不會藉此再次升起 所以這裡樹是被比喻 比喻是什麼? 灰炭是比喻什麼? 樹是被比喻我這個假明 灰炭是比喻五雲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破除對我的執著 你只把樹砍掉 這樣子還不夠 連這個灰炭五雲都要通通清乾淨才行 這樣子你對這個我的執著才能夠完全的消除 所以要藉由這個 見到五雲通通都滅了 來破除我之 所以他這裡引用羅陀經 來說明行者要在禪關中破壞五雲 羅陀經是雜含經第一百二十二經 南傳也有相應部二十三相應第二經 經中說佛陀說 我說對於色境界應當閃壞消滅 對於受想行事境界應當閃壞消滅 就是說對於五雲要把它破壞 就是只在殘關中 就不要誤解說我們怎麼破壞五雲 那破壞五雲就是自殺嗎 不是這是針對殘關 所以出了殘定之後 直接都回來了 對他如果從這個證物的狀態中 恢復的時候就五雲又會再陷起啊 UNTERTITUS